好,我们开始啊 网上很多人在催根催着我 我也不好意思啊,拖了很长时间 今天就开始真正的介绍大汉海时代 这些几个伟大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 我这里列了个标题,可能会比较长 可能一章都讲不完吧 托斯卡德利、哥伦布、约翰·卡伯特、达加玛、 亚美利加、麦德伦这些人 首先介绍这个托斯卡德利 托斯卡德利是弗洛伦萨人 他的名号呢,称他为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 他在天文学和数学上面也都有很多贡献 但是最最有名的就是地理学上的贡献 你看他出生的年份是1397年到1482年 我讲过,这是弗洛伦萨最好的时代 也是弗洛伦萨黄金时代,最和平、最稳定的那个时代 他是当时弗洛伦萨文化界的名人 他也是阿尔伯迪、布努雷杰斯基 以及人文主义的教皇尼古拉武士的好朋友 他比较有名的一个天文学成就呢 就是1456年他仔细观测 并记录了那一年的哈利互星的回归 他在天文学上的一个成就 那么当然他最最有名的成就 就是地理学上的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成就 但是他跟我后面讲的哥伦布、麦州伦布一样 托斯卡德利从来没坐船出去远航过 他属于纸上谈兵的地理学家 那么他当时的弗洛伦萨呢 托斯卡德利有条件阅读到古希腊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作品 同时呢也能读到他之前的各种旅行见闻 比如说马可波罗的作品他也能读到 所以呢 他主要的一生的工作就是使用这些文件 纸上谈并的考证地球的大小和大陆海洋的分布 他做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那么托斯卡德利对于向西航行到达中国距离进行了计算 他首先呢 他看到古希腊的几个地球大小的数据 他相信了其中一个交小的数据 这是我以前讲过的 就哥伦布拿的也是这个数据 对吧 古希腊有几个那个关于地球大小的数据 那么他们既然想向西航行到中国 那么他们有这种愿望 那么他们自然而来就会去相信那种 地球比较小的那种数据了 这是第一点啊 而且呢又因为对古希腊使用的这个单位啊 就是希腊里大小呢 他们有各种争议 如果采取交小的这个数据 地球更小 这个肯定是用古代的地理单位嘛 说希腊人说多少多少离 那么肯定他们会不断的去考证 这帮人主要就是 托斯卡地利主要是个考证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 他手头当时有很多游记 比如说马可波罗的游记 布朗嘉宾我之前提到过 也是到过中国的 还有厄多利克 他们也是到过中国的 对吧 他们的游记记载了很多东西 那么托斯卡地利就在算 首先古希腊人算出来这个地球有多大 然后看看中国日本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看马可波罗的书 我之前讲过马可波罗的书 按照马可波罗的游记 你是不可能重复出他的行走的路线的 因为他这个 他说他到哪里 过两天他又到哪里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的 他是会跳着走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蛮难的 那么布朗嘉宾厄多利克的游记 估计也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呢 他们这些记录并不准确 而且他们往往喜欢夸大这个蒙古帝国的大小 因为像马可波罗这个人啊 在当时的外号叫百万先生 就什么事情就一百万一百万 他回到意大利以后跟维尼斯讲 这个蒙古帝国有多大多大 会把这个尺寸讲得更大 然后呢 用这个一算 你想地球嘛 按照托斯卡地利的算法地球就变小了 这个蒙古、中国、日本又变大了 那么是不是西边离开他们西班牙、葡萄牙更近了一点呢 用这个办法 托斯卡地利经过大量的这个纸上谈兵的考证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从加拿大利群岛向西到达日本只要三千公里 那么按照当时葡萄牙的航海水平 从葡萄牙到亚索尔群岛 就已经是两千五百公里了 亚索尔群岛基本上按照他的算法 亚索尔群岛基本上在葡萄牙和日本的中间了 那么我们当时要迪亚士到非洲绕过好旺角 这种航程都是以万公里为计算的 所以开船三千公里算什么 所以托斯卡内利坚定的认为 我们向西开船去日本、去中国 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比你去从非洲绕一圈要好得多 那么之前也讲过 1474年代葡萄牙的红衣主教叫马丁斯 他到达了佛罗伦斯塔 他认识了托斯卡内利 那么托斯卡内利呢 就详细介绍了他对于古希腊的理论和他自己 并且建议葡萄牙可以向西航行寻找印度或者中国 那么马丁斯回到葡萄牙以后呢 就向当时葡萄牙国王若尔二世报告了这个事情 那若尔二世非常认真的研究这个问题 而且主要是通过马丁斯啊 就是我们看这些信件 托斯卡内利的写法 就是马丁斯你好 贵国的国王问我这个事情 我现在回答你什么什么 就通过马丁斯 托斯卡内利等于是若尔二世通信 并且在托斯卡内利在信中坚持认为 就葡萄牙不要去让我非洲这样走的路更远 你应该开船向西 到中国更方便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我在中国看到大量的人 包括一些名人讲这个大航海的事情 好像哥伦布好像他们都是怀着就是像那个 那个也是高晓松嘛 他说哥伦布就是个妄人啊 就是个脑袋一拍就是吵着要去西方 人家都说他是疑病 对吧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这样说不对的 因为当时对于欧洲人来说 是不是要向西航经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问题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花费什么代价去 因为这种东西像托斯卡内利这种理论 在佛罗伦萨已经成为大家都公认的了 对吧 那么1487年 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 1487年到1496年十年之间 欧洲大西洋沿岸几个有点实力的大国啊 算大国吧 有实力大国 只有法国没有派船出去寻找中国 法国最晚在1523年也派出船 官方也派出船 法国在1523年之前有很多私人派船到达 可能到过美洲一些海盗 去抢西班牙的船 那么这些海盗可能到过那种美洲大陆了 但是法国官方是1523年派出的舰队 那么各个国家呢 你看葡萄牙是1487年就派出了 多尔默和那个埃斯特莱托 这件事情我上次讲到过的 这件事情史书上今天留下的记载 我后来这个事情我在网上特地说了 果然有一个在葡萄牙的网友给了我一个回复 他说他在葡萄牙找到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官方说法 说杜尔默和埃斯特莱托今天我们考证下来 只知道几件事 第一他们跟葡萄牙国王有一份明确的协议 就是如果找到中国印度以后 葡萄牙国王会给他们什么什么奖赏 这个协议是有的 第二个他们启航的日期是1487年7月几号 这个日期也是有的 以后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两个人的消息了 所以说英文维基上说这两个人是出海来没有回来 这个看来是对的 那么这也是葡萄牙以后后来放弃了就是 就是葡萄牙国王若而是放弃了这个向西航行的这个想法 反而从非洲走这个想法也是有道理的 西班牙那么很有名 这是最最有名的是1492年是派出了哥伦布 那么哥伦布是个热纳亚人 1496年英国是派出了约翰·卡布特 约翰·卡布特是个维尼斯人 法国是最晚是1523年派出了这个维拉扎诺 那么你看这里面啊 这个西班牙、英国、法国派出的都是意大利人 都是他们本国的人 或者至少那个率领船队的人都是意大利人 所以看出当时意大利的这个 在航海啊 在整个欧洲的地位 维拉扎诺今天那个纽约那个桥 纽约有个跨海大桥叫维拉扎诺大桥 就是纪念这个维拉扎诺第一次 他是欧洲第一次到达 据认为啊 据认为他是第一个到达纽约的人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这件事情 好 那么接下去就要介绍这个人 叫克里斯托夫·格伦布这个人 那么大大的有名 大家都说格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对吧 那么我就给他详细介绍一下 那么格伦布呢 他是个热纳亚人 那么我已经介绍了 热纳亚当时是地中海的海上强国 对吧 所以热纳亚出一个水手是很正常的 那么他早年经历 他的父亲呢是从事羊毛纺织行业 而且有个小作坊 还经营这家小客栈 那就是个小老板了 作为热纳亚人 格伦布二十岁开始就作为一个水手外出航行 曾经到过法国的马赛啊 通尼斯啊 甚至去过爱琴海上希腊的那个开俄斯岛 当时是热纳亚的殖民地 这个希腊那个岛是爱琴海的殖民地 这当时也很正常 对吧 1476年 格伦布所在的船队通过直布洛特海峡时 他是热纳亚的船队要去好像去英国做生意还是什么 当时呢可能正好是那个普洛特法国跟热纳亚开战 然后就他的那个船就被击沉了 那么格伦布呢从海上漂流到葡萄牙海岸 上岸以后呢被旅居里斯本的一个热纳亚乔兵社团收留 那么正好呢在里斯本呢有他一个弟弟 他们这两个人呢就在那个里斯本开了一个地图商店 那么日子还是过得不错 那么这个等于他就离开热纳亚定居在葡萄牙了 1476年生活在里斯本的 以生活在里斯本的热纳亚航海家的身份 格伦布还航行到过埃尔兰和冰岛 也去过大西洋中的马德拉群岛等地 那么1479年是格伦布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为什么呢 他与当时马德拉群岛中有一个叫圣岗岛的总督妹妹结婚了 那么总督肯定是属于比较关系比较高的人 在葡萄牙属于上流社会的人 那么这样的话 格伦布就算是寄生葡萄牙上流社会的 跟那些当官的人说上话了 此后作为葡萄牙的水手 他也去过西非、几内亚等地 格伦布在这以前去过什么地方 我们想想啊 欧洲人海上能去的地方 他差不多都去过了 东边到地中海的希腊这些岛 非洲的图尼斯这种地方 北边到冰岛到阿尔兰 非洲、几内亚 就是葡萄牙人刚刚开辟的这行 他都去过了 他已经属于 这时的格伦布已经是欧洲去过地方最多 航海今天也最第一流的航海家了 这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以后看格伦布的航海 大航海时代 格伦布的航海水准跟别的航海家相比 格伦布传出去不出事情的 不死人的 这只能说明格伦布本人是极高水平的一个航海航海家 或者是个高水平的水手 这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情况的 好 那么也是因为 那我们不知道1479年以前 格伦布有没有想过我要去中国去印度 对吧 没看到这方面的历史记录 那么可能是因为格伦布跟圣岗岛总督的妹妹成婚 他寄生于葡萄牙的上层社会了 而葡萄牙人当时都在讨论 怎么去印度这件事情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要去印度已经变成若安二世的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了 对吧 所以呢 当收到托斯卡内利来的信 跟葡萄牙国王说 去印度应该从西边走的时候 那么肯定是格伦布看到了托斯卡内利写给葡萄牙这些信件 并且他也通过马丁内斯给他介绍 我也要 托斯卡内利是佛罗伦萨人嘛 我是日南亚人嘛 我们大家都是意大利人嘛 所以呢 1481年与1482年这两年时间 在托斯卡内利的生命 托斯卡内利是活到1482年嘛 在托斯卡内利生命的最后两年里 那么哥伦布与托斯卡内利写了好几封信 那么这中国的有些书里面有记载的 就是我看到那个 我以前有一本书啊 就是公大学研究的那个什么史 就是史料的那个节学里面有 上面有一封就是托斯卡内利写给哥伦布的信 也有哥伦布写给托斯卡内利的信 然后呢 在这个信里面说 我们知道托斯卡内利亲自画了中国和日本的东部海岸的地图寄给了哥伦布 那么这也是以后哥伦布远航所使用的这个地图 所以说这个事情很奇怪 就是说托斯卡内利怎么画这些地图的 他是根据马可波罗啊 什么波朗嘉宾啊 这些人说的日本是什么样子啊 中国可能有山东啊 辽东啊 海南岛啊 这些乱七八糟 然后他就纸上谈兵地画了一张地图交给了哥伦布 哥伦布拿着这个地图当宝贝 对不对 这个说法 那么哥伦布说他有一张地图 那么这个事情后来有阴谋论的 说哥伦布其实早就知道有信拿路了 对吧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去 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个是阴谋论啊 那么真正的我们想 那么如果说哥伦布属里拿的地图 那应该是托斯卡内利画的那个地图 对吧 这个是有史料证据的 对吧 好 哥伦布对自己的事业称呼叫西印度事业 1483年托斯卡内利去世以后呢 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若尔二世提交了向西航行的计划和自己要求的条件 哥伦布计算的地球大小比托斯卡内利更小 分析在哪里 在于哥伦布对于希腊罗马时代这个路程单位的理解 就是他认为那个希腊里亚 希腊不是多少希腊里多少希腊里嘛 我们以前在希腊里大概等于150米还是180米 他认为那个数字更小 那这样的地球不是更小吗 更小了以后这个中国日本离开他们西班牙葡萄牙又禁了嘛 他就拿着这个数据 他坚持认为他的这个数据对吧 若尔二世并不是不认为可以向西航行 而是无法接受哥伦布的要价 所以拒绝了哥伦布 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哥伦布跟西班牙国王谈的条件 哥伦布的要价简直就是天价 基本上当然实际上最终哥伦布也没得到那些 哥伦布跟西班牙国王谈的条件 最后啊 最后实际上哥伦布本人也没得到那些东西 对吧 好 那么哥伦布觉得很失望 于是呢1485年他进入西班牙 尝试那个西班牙国王的自主 我当时讲过西班牙实际是两个国家 一个叫卡斯蒂亚 一个叫阿拉贡 卡斯蒂亚是女王 阿拉贡是男王 这两个国王结婚了 所以就是西班牙 我们今天管它叫西班牙 当时应该叫卡斯蒂亚和阿拉贡王国 对吧 好 1487年 那个若昂二世没有理睬哥伦布 但是他自己一年之内向三个方向派出人马 寻找通往印度之路 这个经过讲过 对吧 大西方向他派出那个杜尔默和埃斯特莱托 对吧 地中海方向他派遣了科威良通过埃及到达印度 非洲方向呢 他派起了迪亚是绕过非洲前往印度 这一年之内 这个葡萄牙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对吧 那么杜尔默和埃斯特莱托的未能成功 那么应该说船就开出去没回来了 所以若昂二世在1488年再次与哥伦布进行谈判 但是仍然无法达成协议 不是说若昂二世不想去开船去印度 是那个哥伦布要价太高 好吧 哥伦布觉得我费了这么大兴机 我要开船冒了这么大风险 开船到中国到印度 你得给我多少多少好助 对吧 好 那就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1485年 哥伦布向西班牙提交计划以后呢 西班牙王室就邀请了一批专家研究哥伦布的方案 到1489年 哥伦布又派他的弟弟前往法国和英国游说 1490年 用了五年时间 哥伦布的计划被西班牙的专家们否决 今天看起来西班牙这些专家 还真的是对的 他说你哥伦布你把地球说得这么小 我们也研究希腊罗马那些数据 对吧 你看希腊罗马有些数据 你怎么否定 我以前讲过 希腊罗马测那个地球大小测的最准的叫 安拉特斯托尼 对吧 他测出那个整个地球的周长是39500公里 那个数字跟今天的数字已经非常接近了 对吧 如果地球是这么大的话 实际上当时大家不知道美洲对吧 如果真的是没有美洲 中间全是海洋的话 西班牙这些专家讲的话是对的 对吧 你从西班牙开船出去往西开 你要开到中国 要开多远的机率 如果没有美洲的话 你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专家讲的话其实是对的 对吧 所以否决他这个计划是对的 说你我们现在船池的航行能力 还是没有这个能力 对吧 好 那么到1491年12月份呢 西班牙军队是围攻格拉纳达 这件事我讲过 格拉纳达是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块土地 对吧 在郊外的圣塔菲军营里呢 卡斯蒂亚女王伊莎贝拉一是召见了格伦布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 格伦布坚持他的理想 怎么怎么遇到各种阻力 其实实际上在当时历史情况下 真正的有头脑的专家是反对格伦布的 但是那些官僚 那些传主 都在支持格伦布 那个支持格伦布最厉害的 其实就是那个女王手下的几个大官 那些大官就怂恿 女王说支持格伦布 为什么呢 你想葡萄牙已经在西边 已经绕过好旺角大家都知道是吧 那西班牙这方面肯定没法跟葡萄牙见证 那唯一的办法我们就往西去 看看是不是 我们往西去 按照托斯卡内利这个计算 只要3000公里就能到达日本 那多好的事情 对吧 那比西班牙比葡萄牙绕过非洲 那那那好 方便不知道多少倍对吧 所以那些官僚都支持那个格伦布 1492年1月呢 西班牙军队攻克格拉纳达 结束了长达700年的这个收复失地运动 把伊斯兰教政权彻底赶出西班牙 这一年女王也决定同意格伦布的计划 女王先做决定了 我同意这个计划了 对吧 但是具体条件还要谈 结果这个谈判就持续三个月 这个西方国家跟我们是一样 这个国王啊可以跟随便跟 国王要人做件事情 还得跟人家谈判 还得谈三个月 对吧 谈判持续三个月 虽然格伦布高价要的不太合理 女王也 所有的人都觉得格伦布要价太高 对吧 其实葡萄牙之所以不同意格伦布 就是我凭什么要答应你格伦布这些条件 我自己派出才出去找不可以吗 对不对 好 那么但是因为格伦布成功的可能性太低 当时有人就跟女王说了 这个 他这个想法虽然可能成功 对吧 其实格伦布没有成功 他没有找到中国和日本 对吧 他可能成功 但是如果他不成功 这三首山出去不回来了 那就对你西班牙来说 也没啥损失 没什么太大损失 对吧 其次呢 如果真的能够到达中国和日本 那对西班牙的意义是更大 对不对 所以在这些官僚的劝说下 女王终于签署了协定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圣塔菲协定 我们看看圣塔菲协定的大致内容 看看哥伦布当时要价 首先呢 哥伦布还是很迷信的 如果远航成功要授予哥伦布唐的贵族头衔 任命他为所发现所有地方岛屿和大陆的海洋元帅 后代可以实习所有的头衔和权利 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整个美洲全是哥伦布他们家的 没说错吧 其次 任命他为所有那些地区的父王和总督 下属的官员由他提名 西班牙朝廷从他提出的三个候选人选择一个 如果这样的话 那今天整个美洲都是 哥伦布就是美洲皇帝了 第三个是 拥有新发现地方财富的1% 这1%不用向西班牙王室交税 拥有新发现地方的商务裁判权 拥有一切开往新发现地方的船只投资股份分红的1% 这种条件 其实我觉得当时西班牙女王能够签这个条件 如果真的是很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绝对不会答应他这个条件的 你们想对不对 问题是西班牙女王估计也没太把这事当真 你最后 你看谈判都谈判了三个月 我估计这种1%就是谈判谈来的 1%、1%、1%、1%谈来谈去 对吧 最后就得到这么个条件 那圣塔菲协印这个文件它都在 当年西班牙女王签的字 这些文件都在啊 好 哥伦布于是呢 就组织起一个首航的船队 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跟郑和的船队 简直就不是郑和的船队出去几万人 哥伦布船队出去是一共是多少人 一共是90个人 它的旗舰是约120吨的圣玛利亚号 这是一种克拉克饭船是比较大的 地交海当时比较大的 哥伦布不喜欢这种船 因为这种船其实不是很适合 也是能远洋的 但是开的没有那个叫克拉维亚犯船大 两艘约60吨的克拉维亚犯船 叫平达号和尼尼亚号 后来尼尼亚号变成那个 后来几次航行中 尼尼亚号变成哥伦布的那个旗舰了 哥伦布本人几个支持他的富商 再加上女王变卖了一个装满首饰的首饰盒 凑齐了远航的费用 所以这个故事啊 很多人也说 你看人家西班牙女王第一次航行 多可怜 西班牙女王把自己的家里的首饰拿出来卖了 凑这些钱给他远航 对吧 好 除舍手外 准备了翻译医生 另用三枚死球 以备执行危险的任务时使用 人员总数也90人 那么特别要注意 首航士虽然也装备了一些轻武器 但是哥伦布的船上没有装备那种大炮 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打仗 对吧 那么上面还带着西班牙制蒙古大汉的国书 以及另外两个空白的国书以备用 你看啊当时写的可是治蒙古大汉的啊 他们都不知道元朝已经灭亡了 郑和下西洋虽然是向全世界宣布 我讲过郑和下西洋一个目的 就是向全世界宣布 在东方这个蒙古已经被我们大明朝给取代了 但是你看西班牙葡萄牙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郑和这个宣布的效果 其实我上次讲过到印度为止 印度西边没人知道 对吧 1492年8月3日 他们从西班牙出发 9月6日到达加拉尼岛 加拉尼群岛的话呢 从加拉尼群岛最西边的哥拉尼群岛起航了 然后9月9日是加拉尼群岛最西端的岛屿 是在海边的 彻底离开了这个欧洲大陆 现村史料叫做《哥伦布河海日记》 这个中文版有的 我都有一本我很早 九几年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这个书 叫《哥伦布航海日记》中文版的 原始的航海日记当时作为西班牙保密的档案已经无法找到 但是后来哥伦布的家人要求留下一个抄本 还有就当时有个历史学家在写书时呢 查找到了档案 并且引用了其中一些内容 把这两部分内容拼在一起 由此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哥伦布的航海日记 那么这份日记呢应该已经被修改过 西班牙需要保密的内容已经被删除了 我之前讲过 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的航海都是保密的 不让人知道的 不告诉别的国家的 对吧 今天遵循这份日记 也无法完全还原出当初哥伦布航行的精确路线 所以哥伦布到达美洲 我后面会讲到 哥伦布到达美洲第一个地方是哪里 今天还是说不清楚 我会继续讲这个问题 那么哥伦布的日记 航行中它故意缩小航行距离 以免传言发生恐慌 为什么呢 因为不像那种葡萄牙的航行是顺着非洲海岸的 好歹你能看见陆地的 它这个地球 虽然大家都觉得地球 欧洲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 这东西你茫茫的一片海洋 你莫名其妙往前开 这个人都会随手也会慌的 没一个目标对吧 你说你开到格林安、开到爱尔兰 我还好歹还知道有一个格林安 你去什么地方我哪知道 然后呢 哥伦布在他日记里自己说 就是他们当时测那个海洋的距离方法也比 也确实很那个很落后的 就是船在开的时候 船手扔下一块木板 然后扔到水里 这个到木板飘到船尾巴的时候 有人数一下数字多少 那这样我就知道船的速度是多少 其实这是很不精确的对吧 然后当时这个说法都不 就算不精确的情况下 哥伦布本身他每天要发布我们开了多少 他是领导人嘛 他每天要告诉所有的船员 我们开了走了多少里路 他这个数字也是故意缩小了百分之八十几 这是他 他那个日记上面有写的 我们今天实际开了多少里 我宣布了多少里 这个数字 那么总体上讲呢 哥伦布的航行非常顺利 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内 因为我们知道大西洋上 跟太平洋上一样 太平洋有台风知道吧 大西洋上有那个 中国人管他叫什么风啊 中国这边叫台风嘛 大西洋上有那个叫飓风嘛 这个飓风来一个哥伦布这种船肯定管他 但是他开船的一路上就没遇到这种事情 那也是运气好 还有一点人家说了 他是从加拿利群岛出发的 如果当初是葡萄牙国王朝他去的话 他不会从加拿利群岛出发 他会从亚索尔群岛出发 而亚索尔群岛出发的话 他必然遇到的是大西洋上逆向的海流 他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开到美洲 对吧 这个事情 所以也是运气在里面 那么相对于大航海时代 其他几次伟大的航海 哥伦布航行是最为顺利的 他的守护中没有一个人在海上死掉 你要看后面什么 麦主任人都死光了 最后就剩几个人回来了 对吧 以前那种航海都很悲惨的 只有他最初你看 结果在陆地上都死了不少人 在海上没死一个人 哥伦布首先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就是1492年10月12日 这是人类值得纪念的一天 今天美洲很多国家都把这一天叫做 都是个节日 哥伦布日 哥伦布首先到达美洲这一天 那么哥伦布具体到了哪里呢 他是到达巴哈马群岛的某个小岛 哥伦布日记中说 土著人称之为什么瓜纳哈尼岛 哥伦布把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岛 圣萨尔瓦多岛 意识据说就是西班牙文里 大概神神的修士处的意思 那么这个岛到底是哪里呢 可能是今天的华特林岛 或者萨玛纳岛 或者其他什么岛 哥伦布航海日记中最早到达的三个小岛 目前都有各种争论 都不知道它具体是哪个的 很多人反复在考证 也没考证明白 反正今天的巴哈马政府 是把华特林岛官方宣布 华特林岛是哥伦布岛的这个萨尔瓦多岛 因为每年要纪念的嘛 那你纪念哥伦布岛的地方 你总得找到一个地方举行纪念仪式嘛 所以官方认为是说是华特林岛 但实际上呢还有很多考证 1980年的时候有一封通过电脑模拟运算 怎么怎么认为是那个萨玛纳岛 但是很多人认为他这个考证也有问题吧 各种的这个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 当地的太陆人尚且在新十七时代 完全不会使用铜铁也不穿衣服 那么哥伦布对当地人相当友好 并且称他们是印度人 此后呢 欧洲普遍把美洲土著称着印度人 那么中文今天中国就翻译成印第安人 对吧 因为哥伦布他以为他到印度了 所以称他们印度人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哥伦布首先到的是这个 这张地图 这里是西班牙葡萄牙是吧 亚索尔群岛在这里 我上次讲过 亚索尔群岛距离葡萄牙有2500公里 对吧 这里是加拿利群岛是属于西班牙的 亚索尔群岛 当时他们看起来欧洲最西面能够到达 对吧 亚索尔群岛已经发现了 所以从亚索尔群岛出发是 如果平的过去的话 他会到纽约这种地方 看到没有 但是他从加拿利群岛出去了 结果他开始开始开到巴哈马群岛了 对不对 他是沿着这个北纬什么几渡线走的 对吧 而且非常好 这个大西洋这个洋流是这样的 所以他是顺着洋流开的 运气相当好 对吧 这个大家知道吧 就是欧洲这些国家维度是相当高的 你们可能不可能想 比如说法国跟哈尔滨 法国的维度比哈尔滨还高 但是哈尔滨什么天气 巴黎什么天气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知道 这以前中学地理学过吧 叫什么 大西洋中有个墨西哥湾暖流 有一个暖流从这里出发到达欧洲的 带来的温暖的这个水气 所以欧洲国家的温度普遍是比那个同维度情况下 普遍比亚洲要高 你看哈尔滨冰天雪地的 那个巴黎 巴黎和伦敦啊 照理说应该比哈尔滨还要冷啊 但实际上不是的 很暖和 所以你看西班牙、葡萄牙在我们想象当初属于南欧 已经属于很热的地方了 对吧 所以从英国、法国出发 你看如果凭着维度线走到那边 是加拿大、纽芬兰这种很冷的地方 对不对 它恰好是 它最好你看西班牙人也非常运 真的是很奇怪 它是从巴那里、加拿大里群岛出发的 走到巴哈马群岛对吧 那么再给大家介绍这块地方的形式 这个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吧 就是加勒比海对吧 这些国家 这个最大的一个岛叫古巴 古巴就是当初哥伦普到的时候 印第安人管这个地方就叫古巴 对吧 然后这里是 这个岛呢叫西班牙岛 就哥伦布把它命名为西班牙岛 它分为两部分 一个叫海地 一个叫托米尼加 今天分成两个国家 然后这里呢有很多小国 各种各样的小国 对吧 这是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是今天呢是美国的一个海外领地吧 波多黎各人自动拥有美国国民权的 波多黎各人 但是呢就是波多黎各本来好像一直要做为美国一个 这个想加入美国成为美国新的一个州 这个事情但是一直没有搞定 对吧 好 这里是亚美加 这里是很多小的国家 我们可能听说过中美洲很多小的国家 那么今天我们管这个整个这些群岛 有的管它叫什么 大安德利斯群岛 这里叫小安德利斯群岛 那么当时当哥伦布刚到这里的时候 这些北部这些岛上住的那个民族叫泰诺人 南部那些岛上的人叫加勒比人 加勒比人非常好战 据说 加勒比人会去杀那些泰诺人 无论是加勒比人还是泰诺人 都是不穿衣服的 对吧 然后按照西班牙的说法 加勒比人是吃人的 对吧 好 但是呢 反过来看这里大陆上 这里是尤卡塔半岛 这里已经有玛雅文明了 对吧 印加帝国是在这里墨西哥 所以当时已经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这里的人 巴哈马群岛上泰诺人还是形式起来 连衣服都不穿 按照哥伦布的记载 他们不穿衣服的 但身上会涂颜料的 今天很流行的 今天不是彩绘 是吧 很流行彩绘 继续看 这是巴哈马群岛 这就是华特林岛 可能看不清楚啊 这个是 这个是萨玛纳岛 他们就考证到底是哥伦布到达哪个岛 哥伦布说的前面三个岛都很乖 后面开始 哥伦布到古巴和海地了 哥伦布第一次航行 现在这前面三个岛上晃一圈 然后后来到古巴和海地这个不会错了 因为哥伦布知道海地和古巴都是很大的岛 对吧 好 从哥伦布航海日记中看 哥伦布一直在寻找日本 或者金师 金师嘛就是元大都或者北京了 对吧 或者他叫行赛 行赛就是杭州了 对吧 他要寻找大汉地交西班牙的国书 他与当地土著交流经常会发生误会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觉得他是到达中国或者日本的边境了 是吧 然后他一开始跟土著也说不上话 后来大家打打手慢慢互相了解 对吧 反正据他说 土著说 我们这里都是很落后的地方 但是呢 在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岛 上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国王 对不对 那哥伦布一听 那边还有座很大的城市 哥伦布一听 那应该不是杭州就是北京了 你说有国王有 对吧 到了那边一看 什么叫很大的城市 你不就是一个 又是那种很落后的原始人住的那种 只不过这个村子人多一点 里面出来一个大酋长 说就是国王了 那哥伦布一想 这个大酋长肯定 应该不是什么日本的天皇 或者中国的蒙古大汉 肯定不是了 对吧 那么当地实际情况 又让哥伦布和他船员们相当困惑 于他们想象的一周华丽 遍地黄金的日本和中国的差别太大 但是哥伦布始终认为他到的地方是印度、中国 或者日本东部海上的岛履 那么哥伦布本人是忙着寻找中国 哥伦布的船员是忙着寻找黄金 为什么呢 好不容易来一趟 他们当时是投资的 就是出了多少钱 抽这些钱 这些船出来的嘛 回去就有个交代了 于是呢 他们就是这样的 他们首先发现印第安人 有的印第安人鼻子上画这个金的环 他们就问你这东西哪里来的 印第安人也说不清楚 当时加勒比海上这些太多人是没有能力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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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你黄金在哪里呢 你拿点回去给人家看看 哥伦布就问人家要了一点点 其实人家也不多嘛 1492年10月28日 哥伦布抵达古巴发现了烟草 很快跟当地土著人学会抽烟 这东西味道很好 哥伦布第一次去美洲回到西班牙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抽烟了 在西班牙人表演这个东西 大家抽抽看 好 不错吧 很多人西班牙人说这个东西不错 抽烟的行为几十年后就遍布了全世界 那么12月6日 哥伦布抵达海地 命名为西班牙岛 到12月25日 旗舰圣玛利亚号搁浅 只得弃船 因为圣玛利亚号搁浅了 所以他们准备走了 本来他们还想继续找 到底中国、日本在哪里 他们船得继续开对吧 那么圣玛利亚号搁浅以后 他们弃船在沉没以前呢 人员和物资都已经移到另外船上 所以船是损失了 但是人没有损失 他们决定返航 有39个人自愿留下建立了一个贸易战 那么1月4日 哥伦布启航离开美洲 在离开的途中 他发生了唯一一次与土著的冲突 有一次靠岸石突然有冒出来50个土著冲上来 西班牙人又扔石头又扔什么东西 连弓箭都没有 连弓箭都没有 那土著人也 哥伦布有记载说 土著人连刀什么东西都没见过 因为哥伦布不是有那种匕首 那土著人这什么东西一划 他受伤 出血了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这刀是什么东西 那么被西班牙人去腿 据说土著人只有三个人受伤 好 返航却不顺利 因为他顺着这条线返航 我知道阳流是反的 很快遇到了风暴 禽子之下 哥伦布准备了几个封豪的桶 那有他写下的信件记录 他们的航程 把这个桶人到海里 以后有谁捡到 证明我哥伦布是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人 对吧 但是这个桶他准备了好几份 有的桶直接带回 没有人到海里就带回西班牙了 后来他写的那些信都被人家发表了嘛 2月15日 哥伦布到达属于葡萄牙的亚索尔群岛 3月4日到达葡萄牙里斯本 受到了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的接见 哥伦布向若昂二世吹嘘自己已经从印度返回 葡萄牙人虽然将信将疑 哥伦布肯定要说我去印度回来了 对吧 你当初若昂二世没 我向你若昂二世申请去 结果你没让我去 对吧 结果现在我代表西班牙去 我找到印度了 我回来了 对吧 那么若昂二世是将信将疑 但仍然客气的把他送到了西班牙 到了西班牙以后呢 女王伊萨贝拉就为哥伦布举行了重大的欢迎 哎呀全西班牙都知道 我们去中国去印度回来了 对不对 葡萄牙马上和西班牙产生纠纷了 葡萄牙人认为哥伦布到达的可能是几内亚 你怎么知道你哥伦布去哪里 几内亚是我葡萄牙的 对吧 就算真的到达了印度边缘的岛屿 也是卑微28度以南 按照那个我之前讲过吧 阿尔卡索瓦条约是吧 这是属于葡萄牙的领土 于是葡萄牙命令他的海军大将的时候 达尔梅度集结海军准备去保卫葡萄牙的领地了 这都不知道什么 我想这种事情啊 哥伦布就在那边想 这都不知道什么岛了 你们这边已经开始动兵了准备 对吧 得到此消息 西班牙方面也命令自己的海军大象 叫什么梅迪纳西顿公爵准备舰队保卫他们自己新发现的阻地 但是呢 遇到这种事情怎么找教皇对吧 西班牙抢先找到当时的教皇 叫亚历山大六世 那个教皇本身是西班牙人 找到他发现教育说 1492年5月3日宣布以亚索尔群岛以西100里格的金线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分界线 以西归西班牙 以东归葡萄牙 葡萄牙方面对此相当不满 又是抗议 又是谈判 又是集结军类三件事情都在准备 对吧 但是最终还是谈判 达成协议了 经过谈判 讨价还价了 这个东西也蛮讨价还价 就哥伦布去了发现几个荒岛 没准确实话 这两个国家就在这边已经开始拿着地球 开始划分地球了已经 对吧 经过谈判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终于1494年6月7日 签署了这个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规定以弗德角群岛以西300里格的金线为两国海上封线线 而且这个里格这个单位啊 我已经讲过 里格这个单位其实也不清楚是多少 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当年这个西班牙和葡萄牙用的这个里格单位 其实也是个模糊的单位 那个时代没有一个精确的杜利亚痕之路 对吧 反正就是由于里格的长途也并不统一 所以实际这条金线大致在西境46到48度左右 因为由教皇发布历史上称为教皇子午线 金线以西属于西班牙 以东属于葡萄牙 由于这个金线的存在意外的让南美洲的巴西归属了葡萄牙 这个很吵的一个事情啊 你看看看 这个须的紫色的线就是第一次由教皇发布的 属于亚索尔群岛以西一百里格 然后葡萄牙不满意 再跟西班牙讨价还价 最后这根线又往西移了很多 对吧 以副多角群岛以西 这个370里格为这根金线 那么假如说以46度为这根金线 那么奇怪吧 这当时还没发现巴西了 这个巴西就归那个葡萄牙了 对不对 后来也是这样啊 葡萄牙为什么占领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当初签好条约的 这个金线已经归我的是吧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绿线 那是1529年另外一个条约 1529年的时候 麦哲伦已经环球航行了 西班牙人已经到这边了 地球这边西班牙跟葡萄牙已经有个协议 结果那边他们又吵了好久 又签了个协议 以那个东清142度为界 就是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算起来呢 实际上葡萄牙站的地方更多 你看哦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国家 用京都维度来瓜分全球这种条约 虽然看上去我想当时哥伦布肯定在笑 我到什么地方我自己也搞不明白 你们这边已经是这种条约签定好了 对吧 好 那么哥伦布到达印度的消息带来了一个政治的影响 那么英国听说了 马上派出约翰卡布特到达了 英国听说以后马上就派出 1496年英国派出约翰卡布特啊 约翰卡布特的结果呢 他是到达了纽芬兰 并且把这地方命名为 纽芬兰的意思就是 纽芬兰的这个男的就新发现了土地 1497年呢 葡萄牙马上派出了达加马 当然1494年本来西班牙又让哥伦布带领大队人马前往 第二次 因为你已经去过中国印度了嘛 第二次就不是撒手船了 给你大队人马再去一次印度 哥伦布第二次美洲之行 第二次规模就大了 是1494年9月25日出发 有十七疏船一千五百余人 他们呢发现了好战的 可能真的是使用了这个加勒比人 那么加勒比海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加勒比人也是印度安人 他们自己对这个加勒比人称呼 说他们非常打仗非常厉害 而且会吃人对吧 11月25日抵达了当初留下39人的地方 这39人已经全部被杀掉了 哎 才一年时间啊 走了一年 回来以后这39人全部被杀掉了 找到当地土著人后呢 土著人也算 可能语言也不清楚 也不知道 没法解释 也不清楚这39人如何死去的 土著人的意思就是说 这39人被海上来的这个部落给杀了 对吧 但是其实可能也说不清楚 各种事情 我们现在也无法考证这件事情对吧 注意这点 哥伦布不像后来的殖民者 哥伦布对当地人相当友好 他就算自己的39人被人给杀了 他都没有对当地人开战 反而与当地人继续友好 那么西班牙人就建立了以女王名字命名的这个 以下贝拉城 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市了 对吧 这时候呢 哥伦布管不住他首先帮西班牙人 这个能理解吧 人性 人的本性其实是很邪恶的 你到了一个地方 可能看过电视剧啊什么西部世界之后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拥有绝对的权利 所有的这些印第安人 没一个是你的对手 你想让他们干嘛干嘛 他们没有武器可以反抗你的 对不对 都可以把他们变成奴隶 这种情况下 那些你也别想说西班牙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西班牙人开始强迫大地人为奴隶寻找黄金 你找到一个村子把所有的人全叫过来 你每个人给我去找黄金 找不到黄金杀掉 那些印第安人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就这样 对吧 哥伦布本人不擅长行政管理 也无法约束任何人 最后来自西班牙的命令 还取消了哥伦布的最高权利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哥伦布在那边不是造房子什么事情嘛 哥伦布他说我是最高司令 对吧 叫你们干嘛叫你们干嘛 有很多西班牙人不满意就写信回西班牙 说哥伦布在那边强迫贵族劳动嘛 西班牙还有些贵族也在那边嘛 对吧 然后西班牙女王听了 当然站在我西班牙贵族这边啊 那种命令哥伦布返回西班牙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不仅 1496年哥伦布第二次 就是第二次去美洲 很不开心的就返回西班牙了 这次还好一点 那么从这时候开始 其实不光哥伦布了 西班牙一艘接着一艘船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新发现了大量的地方 对不对 西班牙人都听说啊 可以到那边去 随便找一群 跑到那边那些印第安人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我随便一下子就可以站很大一块地方 命令很多印第安人给我干活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讲哥伦布第三次和第四次航行 1498年哥伦布第三次航行到美洲 当地的西班牙人各自为人都抢夺一块土地奴役 并驱使当地的土著 哥伦布根本无法控制局势 1500年西班牙另行派出总督 并且把哥伦布作为犯人押解回西班牙 回到西班牙以后呢 这个女王对哥伦布还是不错 就把他给放了 算了 主要也是当地的那个西班牙 哥伦布这个人本人啊 可能确实是个航海家 但是你让他去统治一个地方 管理好这么多人 哥伦布看来没这个本事 而且哥伦布这个人啊心胸不是很开阔 这个人啊有名的一个故事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第一次航海的时候 船开到后来 其实很多书上这样说 船开到后来对吧 就说船员都不想走了 哥伦布马上宣布 谁第一个看到陆地的 我讲上他多少红金 这个船员马上就兴奋起来了 结果开了没几天 突然有一个不是船上有个维杆上面那个人 我看到陆地了 大喊一声 真的是看到陆地了 我要这个黄金 结果这个人下来 哥伦布说什么你看见 我已经看见了 你不算的 就不给人家黄金 搞的人际关系很差 然后到了那个西班牙这个地方呢 到了新的土地 不是大量土地要管吗 哥伦布就让他的弟弟 让他的亲戚去管那些地方 那西班牙对这个事情很不 管门也没管好对吧 所以怎么说呢 哥伦布不是一个很擅长行政管理的人 哥伦布应该是只是一个 作为一个航海家是称职的 作为一个管理人员 行政管理人员肯定是不称职的 好 1502年到1504年 这哥伦布还想着中国到底在哪里 日本到底在哪里 对吧 哥伦布第四次航行到美洲 地理上发现了不少地方 但仍然找不到任何和中国、日本或者印度有关的线索 然后又回到西班牙了 1506年陷入穷困和失望的哥伦布 死于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小旅馆里 哥伦布的最后的两年结局是很惨的 他前面也没拿到 还被人家当犯人押回来 最后中国、印度他自己肯定也是 我们今天用一句很奇怪的话 叫一脸懵逼 到底是哪里呢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去印度 为什么这个印度人 马可波罗博士说的嘛 中国人穿的衣服有多漂亮 日本人多富有 我去的地方人都不穿衣服的 到底怎么回事呢 对吧 他一直是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那么哥伦布有两个儿子 后来都有点成 其中有一个儿子写了一部 哥伦布传 就给他的爸爸歌功颂德 哥伦布守航美洲的四季 虽然当时西班牙人也都有了解 但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的西班牙主要在忙于政府美洲新的土地 后来屡居西班牙的这个亚美利加写信回佛罗伦萨的两封信 在佛罗伦萨文化界引起了轰动 从而整个欧洲都知道了发现新大陆的事情 并且很快欧洲地图上都标明了这个咒叫亚美利加咒 哥伦布的诗集在当时只有少数历史学家还比较清楚 就在当时普遍大家整个欧洲传回的消息都是亚美利加发现了新大陆 亚美利加我后面会讲他是佛罗伦萨人吧 佛罗伦萨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生活在那个西班牙的亚美利加写了两封信回佛罗伦萨 结果在佛罗伦萨就炸开了 全欧洲都知道了 大家都说是亚美利加发现了新大陆 哥伦布就是大家都当时至少这种文化界没多少人知道 那么一直到过一两百年以后 欧洲的文化界他认真研究了哥伦布的诗集 并且给出了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那么这个评价首先就是哥伦布是真正的理想家 这点是很重要一点 从第一次向葡萄牙国王提交计划 到实施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九年的坚持 大家想一下九年 你们想象九年是这个日子怎么过 你们做一件事情 提出一个想法 一个建议 真正的提交出来 公布出来 没人理你 没人接受你 你要能坚持九年 对吧 如果西班牙当时不同意 他还会坚持下去 对不对 我们这个讲座才讲了多少年 今年是第七年 还不如 我们搞的产品才坚持多久 你看 而且哥伦布这个想法 跟我们做的产品想法比比哪个更不靠谱啊 你们想想看 哥伦布这个想法其实更不靠谱 对不对 实际上要不是真的有美洲 就算地球是圆的 如果中间没这个美洲 哥伦布这个船要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到中国 在当时的航海基础应该还是不行的 中间没有任何陆地 那这个船开出去基本上就死定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讲哥伦布这个人 我们看到后来西班牙对美洲的屠杀这种侵略 哥伦布本人除了自卫以外 尽量不予土著冲突 更没有对当地土著实施过什么暴行 相比于后来来的西班牙人比啊 哥伦布真的是个圣人 哥伦布高超的航海技术使得它四次远航 人员物资损失非常小 这是相对于大航海系的其他人的航海 实际上有个例子 就是哥伦布有一次去西班牙 就是在那边开船的时候 有一个家伙跟哥伦布关系不好 打了十几株出来 一千多人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去 然后哥伦布说你不能去的啊 这个地方风也不对 海也不对 海流也不对 结果那个人不停就去了 结果一千多个人全都被风给吹走了 哥伦布每次航行 其实都是有精确的一个比较认真的 因为他的航海水平高嘛 他去过的地方多嘛 他有经验嘛 有比较高的这个航海技术 所以哥伦布四次航行 第四次航行是最艰难的一次 遇到了几场比较大的风暴 前面几次我们看起来 可能运气成分也有在 另外就是哥伦布自己的水平 他作为一个航海家的水平 这个确实很有道理的 基本上没死什么人对吧 那么哥伦布晚年写给人家信中说 他到达的地方是新的土地 有人找到这种新了 是不是认为哥伦布已经认为自己发现的到达地方是新大陆呢 问题是他还在 他临死之前还说这是中国或者日本 但我们现在也无法考证 就是说哥伦布死前 我到达地方到底是新大陆还是日本中国 他可能自己还是没搞明白这个问题 对吧 所以说这也是哥伦布最后的一大遗憾 从哥伦布到达美洲两个大陆 我们以前虽然有偶尔 比如说我讲过维京人到过美洲 对吧 中国人、日本人可能也有人到过美洲 但是这种道法都是零星的 偶尔的偶然的道理 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固定的航线 哥伦布到达美洲是两个大陆交往的正常开始 我们今天常见的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可想象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土豆、玉米、辣椒、花生、番茄、烟草 全都是旧大陆的 全都是旧大陆以前没有的 哥伦布在达美洲以前 所以有四川人、江西人或者跟我说 哎呀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吃辣椒的 我就要笑了 你就是不懂历史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 旧大陆是没有辣椒的 整个旧大陆的人是不知道辣什么味道的 对不对 吸烟也是 古代人会吸烟 明朝以前中国没有人吸烟的 都没有烟这个植物 花生 对吧 番茄这种东西 我们今天这么常见的东西 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是没有的 别说中国没有 整个旧大陆、亚欧、欧洲、非洲、亚洲、三块大陆 都没有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玉米、土豆 玉米、土豆进入中国 促使中国的人口大规模的增长 这是很著名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 中国每次就算和平、就算稳定、就算国家繁荣的时候 最终人口也只能达到五六千万 这个是汉朝、唐朝、宋朝 都只能达到这个人口 无法再往上增长了 这是因为生产力也决定这个因素的 就是生孩子啊 或者死亡率 或者粮食供应 也就是这些供应 等到玉米和土豆进入中国 一下子促使中国很多以前不能种地的地方可以种地了 中国的很多山区里面可以种地了 中国到明朝以后开始人口过异了 到明朝、清朝以后 人口是猛烈增长 这个当然也是哥伦布去美洲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因素 还有就是疾病 新大陆带到旧大陆 旧大陆带到新大陆 这种天花、涅迹、流感 这些虽然西班牙人屠杀了大量的印第安人 但是现在据认为屠杀的只是一部分 大多数印第安人的死还是因为天花 他们对天花没有抵抗力 没有任何抵抗力 所以很多地方西班牙人根本就没到 整个一大片大片的地方都晃掉了 村子都人都死光了 那个泰诺人 据说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 在古巴和西班牙岛上生活的泰诺人可能有上百万 今天泰诺人还有吗 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后 几十年之间 几十年以后就许数上就没有看到过泰诺人这个民族了 全都死绝了 当然西班牙人把他们当初奴隶使用屠杀各种问题 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疾病 那么新大陆传回旧大陆的最有名的病 别的病不讲了 最有名的就是梅毒 梅毒跟艾滋病一样 是要通过 不是很容易传染的 天花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染的 梅毒是不能通过空气传染的 梅毒只能通过那种事情传染 但是你们可以想象 想象不出来吧 中国什么时候第一例梅毒出现的 一五零几年就有了 哥伦布是1992年第一次去的美洲 二十年不到时间 梅毒已经传到中国了 这什么原因 当然因为这边葡萄牙人的船已经开到印度 印度也有船 中国和印度之间一直有做生意的人的交流嘛 也就是说 一个像梅毒这样的疾病传遍全球 不大二十年时间 据说哥伦布第一第二次去美洲 回来就有人已经染梅毒了 然后欧洲人一开始搞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哥伦布去美洲回来以后 正好当时西班牙和法国打仗 西班牙人去意大利跟法国打仗 西班牙军队到了意大利 又把这个病传给意大利本土的这个妓女 对吧 然后意大利本土这些军医呢 这个法国军队又打进来了 这军医刚接待完西班牙人 接待完法国人 又接待法国人 这个病迅速又传到法国去了 结果呢 欧洲产生了很多名字 法国人管这个病叫意大利病 意大利人管这个病叫什么西班牙军 都认为是别的国家传进来的 但是这个传播之快啊 你们想想啊 只要二十年就能传到中国 中国当时还不知道有新大陆 这个病都传到中国了 对吧 对美洲大陆的居民来说确实悲剧 除了西班牙人报信以外 主要造成美洲土著人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是天花和流感 对吧 他们没有抵抗力 反过来说 人家说黑死病对欧洲带来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效果 就是欧洲人知道怎么对付这种大的瘟疫 反过来那个美洲传过来的病 一有瘟疫 欧洲马上一个城市会隔离掉 假如说一出船靠岸 有瘟疫传出来了 马上这个城市就隔离了 那么这样的话没有造成像这个美洲这样大规模的这种人口损失 对吧 这是稍微讲一下 我今天讲多久了 稍微再讲一讲 后面再讲 那么其实内容太多了 我估计今天一天也来不讲 那么接下去讲约翰·卡布特的《美洲手号》 关于大西洋中大陆或者岛屿有一些传说 这个要稍微介绍一下 有两个传说 首先就是关于柏拉图的那个亚特兰提斯大陆 这个已经讲过了 那有一个传说 欧洲一直有个传说 亚特兰提斯是个大陆的 它没有全部沉没下去 留下一个岛没有沉没 欧洲人很早以前就管那个岛叫巴西岛 今天巴西这个国家的名字就这么来了 管这个岛叫巴西岛 很多人开船出去找这个巴西岛 对吧 另外一个呢叫安德烈斯岛传说 安德烈斯岛传说怎么回事呢 当时伊斯兰教进攻西班牙的时候 伊斯兰阿勒布帝国不是把西班牙占领的吗 处有七个基督教的大主教 主教不愿意臣服于伊斯兰教 于是带着一些人坐船逃到了一个岛上 建立一个什么七城 反正就是七个主教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世界 对吧 所以他们管这个叫安德烈斯岛 今天安德烈斯岛群岛是指加勒比海上那些岛的名字 你们听说看就叫安德烈斯群岛 巴西嘛今天就是有这么大一个国家叫巴西 对吧 好 英国对于大西洋的参数 据考证英国的渔业船队早在1480年开始 就每年一度向西航行 但是他们向西航行的目的不是寻找中国或者印度 他们主要是寻找有渔 渔业资源的有渔群的地方 对吧 所以这些船队可能早已经到达过北美地区 但是实际成果并不明确历史记录 有一些传说 那么今天有很多人考证了 那么英国当时相当于行会嘛 有组织的嘛 船队早就在每年都会派出两树船出去 往西边去 他们的目的是寻找那个有渔业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 1489年哥伦布的弟弟来到英国 又说当时的国王叫亨利七世 经过多方讨论1492年 亨利七世同意了哥伦布的请求 但是哥伦布已经与西班牙达成协议了 换句话说如果西班牙晚一点跟哥伦布达成协议呢 那么哥伦布可能就是代表英国去了 可能就是代表英国的这个哥伦布先发现美洲了 对吧 所以英国同时发现美洲这个局 所以为什么说 就是绝对不是哥伦布一个人拍脑袋这种莫名其妙 欧洲当时啊 不是哥伦布也有人要去发现美洲了 必然会发现了已经对吧 好介绍这个人叫约翰·卡伯德 他也是出生在热纳亚的 但是他呢很早就开始定居维尼斯的 1476年他成为了维尼斯公民 早年呢也有多次远航到东方的经历 甚至可能去过卖家 那么1480年呢他在维尼斯这个 反正做生意破产了 算是逃到葡萄牙了对吧 他与哥伦布一样 所以当时不是哥伦布一个人啊 他跟哥伦布一样 来回向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申请大西洋航行 结果哥伦布最早跟西班牙签订合同了对吧 他没有成功 那么1492年哥伦布首航以后呢 英国对向西航行兴趣大增 所以呢1495年约翰·卡特·普特来到英国 经过谈判1496年3月与国王亨利奇士也达成了一个协议 那么1496年夏天 约翰·卡伯德出发寻找印度或者中国 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地方就返航了 那么据说是船对船员 开始模反了 不愿意去了 所以他们不得不返航 到1497年约翰·卡伯德再次返航 1497年6月24日到达今天纽芬兰岛到北部 并没有见到任何土著人 约翰·卡伯德登陆后插上了英格兰的红十字极和维尼斯的尸体 他没忘记自己是个唯一私人 对吧 返航以后 亨利奇士把他所到的地方名为新发现的这个土地 叫纽芬兰这个名字的来源 与哥伦布一样 约翰·卡伯德也认为那里大概是中国的东部边境 那么到达中国的消息让英国方面大安危振奋 亨利奇士让约翰·卡伯德组织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上海型 你想这种人无论是哥伦布一样卡伯德 回来以后肯定跟人说 他不会跟人说我觉得那地方好像不是中国或者英国 他不会这样说的 他肯定说我到处给我回来 对不对 肯定这样对吧 大家能理解吧 1498年5月份出发 在这次航行中的某个时间 约翰·卡伯德本人去世了 那么他的儿子继续带领船队到达了格林兰 那么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挪威人曾经到过的格林兰 到达格林兰八分岛等地南下返航 此后呢他那个儿子小卡伯德又进行过两次航行探索 都没有找到中国 那么约翰·卡伯德父子所到的地方人烟稀少 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 航行的开销巨大 所以此后英国有一段时间就暂停了这样远航 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嘛 那么他们的航行对当时最大的意义是发现了西北大西洋丰富的这个渔业之源 那么作为紧随着就是哥伦布是第一波人 约翰·卡伯德是英国等于是第二个 第二支船队去发现新大陆 那么今天也算是名垂青史 那么接下去我就要讲下次吧 讲达加马的那个首航印度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